台湾市大溪区阿姆坪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已经完工并且完成了签约 但是启用日期却迟迟还没有确定 华船委员会希望水训中心能够早日启用 成为民众接触水上运动和选手训练住宿的基地 阿姆坪水训中心赤支1.3亿元新建 前年10月就已经完工 市府在7月与厂商完成签约 但启用日期却还没有确定 阿姆坪的水上划船中心已经盖好了很久 但是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划船的学生们 孩子们能够有更安全舒适的环境来练习 是我们觉得最遗憾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体育署体育局都能够重视到 这个教育环境跟我们训练的环境的安全的问题 石门水库阿姆坪一直是桃源市水域运动选手培训地点 主要发展划船、蜻蜓竞速等项目 划船委员会希望水训中心完工后 不只发展休闲的体验活动 也开放设施让选手使用 让家长放心 运动、休闲、观光的产业结合 那再者我们也希望水训中心 能发挥到最初最根本的 它是以培训为目的的部分 让我们桃源市的划船选手 各个水域活动的选手 能有一个好的训练环境 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让选手无后顾之忧 让家长愿意来这边 把选手送过来 让我们来做一个培训 水训中心委外营运 除了作为周庭运动及竞技选手训练 比赛场域 还要提供民众更多休闲活动选择 如何兼顾两个项目 考验厂商、体育局、滑船委员会 后续的沟通对话 串联运动和观光资源 创造提升选手的训练环境 又能获利的模式